來囉 日本國民大不同 各縣市來比拼 明明就是前一夜市 但是他們都愛說我是中進來的 大阪他們的教育 跟其他地方不一樣 我們當然要提嘛 他們是小心過 小心自我來的 中進沒有大自然的部分 對 中進來很炫 看到展覽說不行… 秦森的主席張卡洞 主席拿起來吃的蘋果 最好吃的 放鬆 大阪人愛打架 都是因為充滿愛 我們不是喜歡打架 是打起來也有愛的 知道嗎 他們真的直接會打頭 你過來示範一下 如果妳講一個不好笑的 投給妳說 妳沒有很帥你知道嗎 不難掉 這麼難 算 日本人原來這麼不團結 救命啊 現場的火藥味好像有點濃 OK 同學來了 日本大國民 國安不一樣 耶 是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不就是都從一個國家 我們正式成為日本節目了是不是 真的好像在看日本節目 真的啊 但我們節目特別的就是 這些日本的朋友他們都講中文 對 厲害了吧 中文都很好 夠特別了吧 對… 這一集直接可以拿到日本去播 真的 可以耶 改成日文配音就好了 是啊…多好玩 他們還要故意講中文 然後在日文再重新配音 好 對啊 你看 像日本很多不一樣的城市 其實他們自己有 自己的特色跟個性 是 跟文化 因為我們台灣頂多我們會佔南北 他們現在今天是 東西南北都有 全部都要佔 關東 關西啊 對不對 北有北海道 南有這個 那個沃克娜娃嘛 我以為你要講南海道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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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整個日本的每一個城市 它都有自己的特色 對 譬如說有什麼 你們原本就知道的 有沒有 海產說 齊玉炫的女生都是貧乳 真的嗎 公開給別人 好 我說我說的 都是A罩杯嗎 偏小啦 我覺得 他們那邊習慣 人家沒有嫌尼小也習慣 人家失誤問題 你又不是日本人 你有什麼資格 跟一副專家的樣子坐在那邊講 你是不是看A片而已嘛 對 你應該比較知道吧 沒有啦 我們大概也就是知道說 東京人可能比較 就自我保護一點嘛 大阪人比較熱情嘛 說話比較大聲啦 就像我們北部人跟南部人 我們也會覺得南部人好像比較熱情 北部人好像稍微偏 比較冷漠一點點 我只知道沖繩的人感覺 對 享受太陽嘛 沖繩有黑糖不一定代表他們 有啦 有啦 陽光 他們常常去曬太陽 海邊衝浪啦 OK 但是怕觀眾有些 他可能對日本各個城市不太熟悉 我們一開始請你們 一個一個講出 你們家鄉的代表物好不好 來 我相信在場的各位 都是看到這個就知道 賈伯斯在的城市 賈伯斯 Apple 青森 喔 所以Apple的手機都是在青森身上 謝謝 不是 今天才知道 很多台灣的那個青森也 不是 蘋果也是 青森出來 我們聽到 看到青森兩個字 通常都是在超級市場 對 對不對 都因為買 蘋果啊這些 嗯 欸 這顆真的是青森來的嗎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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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 偏色是不是 岩山 對 青森 OK 青森我們就了解了 好 東京 好 我的髮型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國界 中可愛嗎 還是 被綁起來 土地 回家 你怎麼口味 東京跌的對不對 東京鐵塔是在裡面 最有名的鐵塔對不對 對 對不對 對 非常希望人家肯定它 對 東京鐵塔 好 OK 這個很清楚 好 麻油 大阪 我也要擺出一個動作 就是大家一定會知道的 不能輸東京就對了 喔 我知道 房間那個地方 再一次 對 有 不是假面戰士嗎 不是吧 不是 這是大阪的 高利口 是大阪每次去東京一起拍照那個 是新宅橋的 那個 小宅橋 新宅橋那個 孤立國啦 孤立國 她的一個標誌 在跑步嘛 拿冠軍的感覺 OK 這個我們一定知道 好 OK 接下來 莉莉亞 莉莉亞 這邊是我穿個衣服 穿這個應該就會知道說 我是哪裡來的 她衣服好崩喔 這是我阿嬤家的那種衣服 這是什麼的 這個 比較 很小衣服 故意拿小件的 比較樸素一點 但是呢 要靠著這個林口 這個地方 就知道說哪裡來的囉 而且這邊是 出大美女 安世奈美惠亞 謝謝 那就知道啦 對 還有我 就是出美女的地方 安世奈美惠 安世奈美惠應該就很清楚 很清楚 那就講安世奈美惠就好了 對 這衣服有點白穿 對 所以這個衣服也是 在沃尼亞的傳統的 我們的正式衣服 正式 雖然配慧也好 或者是出那個婚禮也好 都可以穿這樣子 而且你這個還會花 婚禮的話很花 這個地方會更多 都會有意義的 好 接下來是 泰田 泰田 來 妳是哪一個 新店來 家鄉 安世奈美惠 要去逛逛 我知道 好有聲 對 大家都知道吧 我知道 我知道 我想打籃球的那個 打籃球 冠籃球的那個 對 神奈川 對 那個面積就是 我們的神奈川 神奈川 每次都看到就是櫻木花道 然後站在那個火車前面 對 在那邊運球 對啊 在那邊運球 然後有海 是 對不對 但剛剛那時候 因為你沒有哭著講 所以我們會有點 對啊 因為他是哭著講 OK 給我期間 OK 神奈川 神奈川 了解啦 接下來是 哲田 拿出愛滋味的醬 田辣醬 廠商代表 對啊 那我們愛滋線呢 的東西比較實用 這個 這是什麼 這是汽車 日本的汽車 重點是那個牌子 在台灣賣最好的車款 就是Toyota的 風田 所以你是青春人 不是那個風田 是Toyota風田 不是 那個風 風不一樣 Toyota的風田 Toyot 是另外一個風 豐富的風 豐富的風 我這是愛滋的 我們不知道 都在那邊 OK 好 接下來 Sumi 來自 熊本 熊本 熊本喔 真的好厲害 你們啊 就那些 就車子什麼的 我就比不上 比不上 你們一看就覺得 喔 大家都知道的 大成熊 熊本熊 那我是哪裡人啊 熊本熊 熊本熊 可愛 好可愛嘛對不對 大家都知道 在台灣就大人 小朋友 誰誰 大家都知道這個吧 對 我也有那個娃娃 是不是 我好喜歡看熊本熊跌倒 是… 還是他要去怎麼樣去摸人家 就被人家推倒什麼 就是一些出糗的畫面 好可愛 好 OK 這個介紹完之後 來一個軟身題 請問一下 在座的哪一個縣市的人 最難相處 這是什麼暖身題 我們這邊台灣代表也可以請 對啊 就是宇文啊 海產啊 日本哪一個縣市的人 最難相處 東京 真的 因為我跟我帶小孩一定會去 三個人寫東京 寫東京 我們東京除了鐵塔之外 很有名的就是東京迪士尼 那也會帶小孩一起去 但是我們都要坐那個電車 然後我發覺 其實台灣的人在捷運上 比較會讓老弱婦孺 其實東京人還好 如果你有推嬰兒車 或是抱著小孩 他其實 其實我認為他們不是故意不讓的 是他們眼裡 他們好像機器人 東京的人就是眼裡只有自己 他們走路 對 他們走路都沒有靈魂 對 他們都這樣一直走一直走 他根本眼裡看不到別人 也不知道你需不需要幫忙 對 所以我覺得他們很冷漠 我們要距離港 我們要距離港 距離港 就是因為已經靠太近 所以希望增加那個距離感 所以就不理人家 有這樣子的嗎 我反而在東京遇到的是 不是有距離感 是太黏的 因為我這段是東京情味了 你不要再又開始唬爛 沒有 它又開始唬爛了 我都沒有講過 我第一次在這裡講 我在東京其實有一段情的 我那時候有一個女朋友其實真的 你有照片嗎 很像嗎 他真的很像 不能選照片 那個時候在東京這個故事很 可歌可泣 那個時候以前的東京計程車 是可以共乘的 那個時候我就跟旁邊有一個 漂亮的女生跟我一起共乘 我想說我到了 我跟他找200嘛 我就比2 那個司機誤會了 他以為是兩個一起算 一起這樣子 好 我這樣算了 我就幫這個漂亮的女生截掉 好 我就走 我就要回飯店了 因為我是背包客 我要回飯店 我說走在飯店門口 那個女生一直在叫一直在叫 我想說是怎麼回事 因為我聽不懂 我拿出Google翻譯 結果一翻譯 不得了 他說什麼你知道 留下來或是我跟你走 他跟我告白啦 滴啦 他在計程車跟我告白 滴啦 我嚇到他怎麼會這樣子 怎麼會這樣子 什麼這樣子 真的 他就說留下來我跟妳走 因為他可能 好 我就走過去跟他聊 有可能 你都知道這樣 我以前跟他講過這樣的故事 對啊 我就走過去 在東京會他遇到這樣的故事 沒有 沒有 他基於我的錢你知道嗎 是的 錢很重要 但是呢 你很重要啊 所以他整個的那些 你一定是無醜 他現在已經很好了 他以前更醜 你怎麼會講我醜 你才是走發怪王好不好 你們兩個講這一段 就有一個台語叫做 好 也覺得 大阪人難相處 大阪人 為什麼 很多日本的那個血腥的搞笑藝人 都是從大阪來的 所以他們 一般的大阪人都覺得自以為是 所以他們會講話 對 很幽默 講話很大聲 跟他們 會笑別醜對不對 對 第一次聊天的時候 笑得很醜 真的 講話要哏 就正常講話都要哏 如果沒有 他就會吐槽 或者是直接說你不好笑 對 就直接吐槽 是這樣子喔 很難相處 莉莉啊 你也是寫大阪 對 我也是大阪人 大家都寫大阪 好簡單喔 田野寫大阪 大家都選大阪 對啊 為什麼 因為大阪人 真的是跟豐田講的 就是自己以為的人太多 自己覺得搞笑的 搞笑就很好笑的樣子 然後呢 主要是還有一個 我要講的是 大阪人會來沖繩網 沖繩網的時候 他們的態度跟那個講話都很有 優越感 自己以為了不起 而且了不起 從上面由上 晚上講話的感覺 對 然後在 我有看過 我親眼看到在飯店的大廳 那不是有櫃檯嗎 大阪人就跟櫃檯人講得 好像跟自己的那個傭人一樣 跟傭人一樣 看啊 我在哪裡啊 對 然後呢櫃檯的人就問號 因為這種包裹是你要自己處理的 對 你東西太多 並不是櫃檯要幫你寄 如果要寄的話 你可能要去服務的另外一個地方 你要自己要買東西要付錢 對 然後就是他的態度就是很 把服務人員當成傭人 對 自己下面的服務人 那一種感覺 大家都有個討厭 也是這樣講 你也是覺得 我也很喜歡跟大阪人 你不是說搞笑的嗎 對啊 對 大家還是不喜歡大阪人 為什麼 因為他一直覺得他們比你好笑這樣 對 神奈川不好笑 神奈川也很好笑 OK 神奈川好笑嗎 對啊 不是 有雅雅的 有雅雅的好笑 那邊的真的很下流的那個 下流 真的不好 很無聊 真的 他們很吵 他有很喜歡打架 打架 講得笑話又下流這樣子 對 以上中和大方高了 麻油 那不好意思喔 我們現在就要進終極懲罰 來 那聽人家解釋一下吧 不行 我已經忍了很久了 要反駁一下 對 我不知道要從哪裡反駁 就從那個講話大聲的部分開始好了 就是我覺得講話太小聲 聽不到 跟講話很大聲 哪一個比較好呢 但是講話比較大聲一點吧 真的耶 妳講話好像 日本人害怕 對啊 麻油 我們有麥克風 妳講話不要那麼大聲 妳太遠一點 那個 我覺得就是我們想去居酒屋 我們聊得太開心 聊得太大聲 隔壁的人就一起來 加入話題一起聊聊天 這樣子可以就交到新的朋友 不就很開心的事情嗎 對啊 可是有時候不想跟妳聊 我們在聊我們的事情 不是想跟妳聊 那應該沒有朋友吧 我有朋友 妳在一起聊 沒有 好 我一個一個一個沒有 然後泰田剛剛是說喜歡打架 我們不是喜歡打架 是打架 打起來也有愛的 打起來也有愛的 打是情罵是愛 真的喔 是有愛的喔 是那種 就是我們有一句話很有名的 是那種衝啥啦或是什麼 為什麼啊 什麼鬼啊的那一種 我們就是講這一句話的時候呢 就是要 就是 就像我們可能有時候說 這樣 對 打一下 喂 你是那公司她的小朋友啊 這樣子給你們看 他們真的直接會打頭 打頭 真的拔下去 打頭很痛喔 他們真的直接跑了 怎麼那個是搞笑藝人 你再拖鞋啊 有拿 直接後面這樣 你過來示範一下 你那個 打立東喔 立東 這次是天哥 天哥 不好意思 就你如果你講一個不好笑的 馮典你沒有很帥你知道嗎 這麼大力啊 大大人站起來 我示範 好像沒錄到 要不要再來一個 這麼大力啊 真的 好恐怖 會這樣子是不是 大力 不是 你看 不是 我們看很多日本的節目 他們也是這樣 對啊 是搞笑節目 他們打超大力 真的 他那個力道在台灣的話 可能都會上警語了 但是在日本來講 算是好笑跟很正常 大法人才會這樣子喔 只有大法人 對 還有喜歡藝人打也是不會痛 對 很多大法人打的話 非常痛 好恐怖 很多 那個也有技巧 這麼暴力的名字 對 好像有記錄一樣 折田 妳覺得東京 不好相處嗎 就是大法人很討厭 但是東京我覺得 沒錯 因為你知道嗎 為什麼呢 沒有 因為東京人 就是很自以為是 Mana之前跟我說過 就是她說 就是 東京才是日本的標準 對 所以是 如果我們長得不一樣 或是打扮得不一樣 那他們覺得我們很奇怪 東京是 最標準 Mana 我們 我們可以打妳嗎 對 對 說得要推她的頭囉 對啊 然後最討厭 更討厭的是 就是東京周圍的那些縣市的人 就是很愛 很愛就是怎麼說 他們是東京來的 就是明明就是前夜線 但是他們都愛說就是 我是東京來的 真的 真的嗎 那像神奈川 神奈川有點危險 真的 神奈川的你不會這樣 真的 我們才不想假裝東京人 神奈川有很多知名的景點 大家都會以為都是東京的 其實都是神奈川的 對 例如很漂亮的橫濱港 還有剛剛的廉仓 冠藍高修的平礁道 平礁道 平礁道也是 那也是神奈川線 還有可以從浪 還有那個可以泡溫泉的香根 都是我們的 香根 香根我們都以為說要去東京 就是泡湯就是在香根 但是其實香根是在神奈川 沒錯 對不對 還有 要講 一定要講 把前夜線的人講 因為那個迪士尼 明明就是前夜線的 被秀城東京迪士尼 太過負 太過負 很奇怪的想法 對 東京什麼都要搶就對了 對 沒錯 不把旁邊的縣市的東西 都搶過來搭著自己 東京是很有名 所以 對 因為如果寫成千頁迪士尼 怕人家不知道那在哪裡 喔 所以就寫東京迪士尼 真的 我們剛剛泰頭在講 大家覺得哪個地方的人最冷漠 對 我們現在來講魅力度好了 魅力度 我們最新調查 日本的這個都道府縣的魅力度排行 1到10名 排10名 長野石川 第9名 奈良 長崎 福岡 神奈川 大阪 東京 第三名 沖繩 第二名 京都 第一名 北海道 北海道 請問一下 大家對這個排行榜 有覺得不滿意嗎 或是妳覺得很開心咧 福氣嗎 我來看那個排行榜 那我睡一兩就是 第三名還OK 但是呢 就是 對 現在贏過大阪了 但是我為什麼覺得 大阪為什麼在第五名是不是 大阪為什麼在第五名咧 妳覺得大阪不值得 不值得 不值得 大阪 大阪就是 覺得說 沒有什麼好逛的 它有環球隱城啊 對啊 大阪的你要去逛 逛的地方有還有什麼呢 新災橋那邊 大阪那邊呢 就像你看沖繩的話 什麼都可以玩對不對 可以玩可以吃對不對 還有很多地方可以去 大阪呢 我的大阪的一個朋友 他叫我去大阪玩 好 我去大阪玩 結果呢 大阪真的不到半天 不到半天 他帶我去那個大阪城 好 那我去買個大阪城的毛巾 就他說就這樣子我們去京都 大阪就這樣 就已經玩完了 對 而且吃東西也是 大阪燒跟那個大阪燒 帶大阪燒 帶大阪燒帶那個 大阪燒 大阪燒是什麼 沖繩燒 也沖繩燒跟大阪燒 換個店家再吃一樣的東西 兩個都是一樣是麵粉的東西 都是麵粉 吃麵粉的就在吃麵粉 大阪吃麵粉 就這樣啊 是不是 沒有 所以大阪基本上就是那些地方 沒有什麼好玩 收拾看 還有什麼其他好吃的嗎 日本最高的大樓也是在大阪 是 那就是 就是有300公尺 300公尺 它夜景很漂亮 夜景很漂亮 地板是那個有做那個燈光的 沒錯 有去過嗎 就可以看夜景 就是一個約會景點 地東是大阪通 真的喔 那個阿伯燒 他基本上他自己瞭解的 飛田心地是還是專家 飛田心地那邊善良 心地善良 那邊善良 我們都是心地善良的 那你說 大阪人一定不會去吃電閣逛 為什麼 沒去過我也沒去過 就是外海 我外國都客人才會去的 在地人反而不會去 所以你只要做朋友了 欸 也不是這樣講 我跟妳講 好啊 妳在大阪又有很多就是 對 妳搶搶看大阪 到底有哪一些好玩的地方 商店街 因為就是大阪是商人之 城市 對 所以呢 就是有一個 最長的商店街叫 天津巴西斯基修店街 有點老口裡 天津巴西斯基修店街 這裡 就是有 這裡全長2.6公里 有800多店家 而且大阪的小吃 什麼都買得到 對 很便宜又很好吃 好 豐田妳來說說看 我是不同意東京前五名這件事 因為東京在第四名 東京去東京的目的就是灌街 但其實已經台灣也有那個 激昂 東京 東京的地方 其實或者是網路上 什麼都可以買得到 其實沒有必要特別去東京 還有我覺得最討厭的地方是 東京沒有一個大自然的部分 東京人很炫 看到小蟲就會尖叫 看到蟑螂就 不行... 或者是他們從來沒看過星星 你直接看到蟑螂都會吧 青森的直線看到蟑螂直接 拿起來直接 最最好評 放屁啦 放屁啦 所以這個東西 對 這邊我也有話要說 對 這邊我也有話要說 你問了要贏 你什麼都對 你真的要這樣子嗎 對 這邊我也有話要說 就其實我之前 有認識青森的朋友 所以在中間認識 不是 他不會吃蟑螂 但是他看到蟑螂的時候 他極度興奮 他不是那種厭惡的感覺 我終於看到蟑螂本人 好像過年 看到阿嬤一樣對不對 對 因為其實青森他的比較冷 他們其實蟑螂並不容易出現 從來沒看過 他從小時候都沒有看過 我在青森從來沒看過 太冷了啦 你剛剛說那個 我沒看過星星對不對 我自己是星星 所以看自己就好了 對啊 對喔 安姐 病得不驚 媽媽拿越來越討人厭的 對啊 好棒喔 青森 對我們來說 青森是比較上校的感覺嗎 我很擔心 你們是有麥當勞還有便利商店嗎 有啊 開車 從我家開車15分鐘 就到達便利商店 15分鐘 開車 真的 開車15分鐘 這麼遠啊 然後我第一次開那個星巴克的時候 我們大排長龍 排隊一個小時 排隊一個小時 為了去吃第一間星巴克 天啊 開車15分鐘走路就是一個小時 對啊 真的 太大了 因為他們那邊可能就是 我們除了蘋果之外還有什麼東西 很多 什麼 等一下會講對不對 等一下會一個一個秀 一個一個秀 你講的秀出來嗎 而且那他們的口音是超級 超級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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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不懂 鄉下口音 對… 比如說那個鳳梯先生是很帥 但是如果講那個青森品的話 就不帥了 對 不帥 像阿嬤的感覺 打賽 打賽 你真的想打他了對不對 我真的18歲的時候就 高中畢業就去東京 去東京生活 那時候我的口音太重 那個青森的口音太重 真的聽不懂 直接被東京人 我心裡隱隱 所以我很 趕快就長高 很討厭口水 就開始長高 心裡隱隱可以長高 越長越高 對 我們的口音確實很重 對 我之前看過那個日本節目 採訪青森人 我們真的是完全聽不懂 我們要看字幕 才聽得懂的那種程度 有到這種程度 有 真的 真的聽不懂 像我之前在 是在台灣有那個接那個蘋果的 蘋果記的一個主持的工作 親生的人都通通來了 那個長官他們都來了 結果他們那個 他們的笑容 跟我講話 我真的是完全要回答 不知道回答什麼東西 聽不懂他們講什麼 完全聽不懂她是在問我問題 還是在跟我講什麼東西 對 然後呢 她的年輕的女生 幫我翻譯 可是翻譯的那個女生也是 那個口音很懂 親生人 聽不懂 大家都是日本人還要翻譯 對 日本人 但是真的會到聽不懂 年輕的親生人 也聽不懂老一輩的說話 有時候那個阿公講話 假裝沒聽懂就 嗯嗯嗯 也是假裝有聽懂 其實你也聽不懂 你要不要用親生的口音 來跟大家講話講幾句 這邊包括阿倫也會啊 會日本代表來猜猜看 那一個很簡單的 媽媽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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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媽媽西媽 媽媽跟媽媽K 媽媽K 媽媽K 媽媽是一個單 就是小姐的意思 因為媽媽桑是那個 酒店的媽媽媽 媽媽K就是小姐 媽媽K 好 媽媽K 就是K是毛的意思 毛 媽媽的毛 媽媽的毛 狗髮 狗髮 所以你在講 你成人片的內容 媽媽的毛 媽媽K 媽媽K 答案是什麼 吃飯吧 媽媽的毛 飯叫媽媽 媽媽 飯叫媽媽 媽媽 那真的媽媽叫什麼 媽媽 真的媽媽也叫媽媽 飯跟媽媽都叫媽媽 媽媽要吃飯怎麼講 媽媽吃飯就媽媽媽 媽媽 媽媽 媽媽K 媽媽媽K KK就是吃 KK是吃的意思 上中文的老婆娘 媽媽媽的那個感覺 媽媽K 媽媽K 我之前就從 妳有去過嗎 對 我以前去青城的時候嚇一跳 因為在那邊最大的城市是 青城跟紅前 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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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前市 對 這是最大的兩個城市 但是呢 從青城到紅前的電車 一個小時內只有兩班而已 兩班 所以他們算最少 很少 我沒想到 日本還有這種的地方 真的 家裡是日本麻將的感覺 還有呢 青城跟紅前都一樣 蘋果以外都沒有 本來聽聽看阿燕怎麼假言 阿燕來了 可是我覺得 為什麼 真的 為什麼咧 因為它不像其他城市 有那麼有記憶點 像大家都知道名古屋 但是不知道名古屋在艾滋 我問同學 你知道艾滋是哪裡嗎 他們只會回答 芒果的嗎 對不對 對不對 艾文芒果 那你看那個 剛剛是講笑話嗎 艾滋跟艾文差很多 沒有 對 讓我講完 我接下來要繞口令了 大阪燒嘛 熊本熊 青森蘋果 沖繩黑糖 其他像東京 神奈川都是年輕人 比較喜歡去的地方 艾滋真的沒有記憶點 艾滋的哲田 妳剛剛聽到這樣講 說沒有記憶點 吞得下去嗎 沒有 我覺得 妳太年輕了還不懂啦 真的 沒有 艾滋現在有雞翅啊 雞翅 雞翅 那個 雞翅 我們 到地方都有雞翅啊 雞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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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裡沒有雞翅 台南縣也有啊 那台南縣 哪裡沒有啊 艾滋很出名 艾滋的雞翅怎麼樣 艾滋縣的那個雞翅很好吃 那個炸的對不對 對 炸的 炸雞翅 其實大家來到這邊會變成名古屋 名古屋雞翅 對 就是台北也有很多就是聯手的 就是也有在台北開 都是名古屋來的 還有味噌 味噌 味噌豬排啊 那個也是艾滋的 也是艾滋的 還有炸家飯店 特別一點的好不好 對 都是炸的 特別一點 沒有 其實真的很多很多 因為大家沒有去過所以不知道而已 比較吸引人的 再講一個 你講一個西門町找不到的好不好 就是那個 叫什麼 西門町 西門町 西門町要講 十三種口味 我跟你們講 那個麻糬啊 艾滋怎麼辦 那個麻糬不能看不及 那個麻糬是跟台灣的麻糬 口感不一樣 不一樣 OK 我挑不斷 真的啦 相信我 對 大家這樣講起來 我們還是給這個專家好不好 來 阿倫 阿倫 你來說說看 這哪一個算是最鄉下最沒有特色的 你自己覺得 其實就以今天在座的各位來看的話 我自己個人是覺得 嗯 青森可能是 還算是最鄉下的 青森連麻糬都沒有 對 青森連麻糬都沒有 雖然說很多人都說青森是鄉下 很大致 但其實說實在的 他們也是有市區的 但是其實就是那種 一眼望過去 那邊就是市區了 比較亮的 對 單的地方就有市區了 真的 就像剛剛副院長講的一樣 就是 從一個地方開車到另外一方 可能要開個15分鐘 你才會看到一間便利商店 的那種感覺 不是 絕對不是這樣子 我以為阿倫你很了解 真的 你講到你這麼不專業 但是 我也必須 都講到這樣 那我也是在幫青森講一下 他們的好 對 他們的漁港也是非常有名的 對 我等一下就要講這個 那我先不要講 我要介紹青森的 青森有一堆第一名 第一名的東西 好多 來 你看 蘋果 蘋果也是產量第一 你什麼時候吃那麼多 吃很多 還有很多第一 來 蘋果 不是蘋果嗎 不是蘋果嗎 沒有 我會發一個蘋果吧 黑蒜 那個很健康 很厲害 牛肉肉是產量的日本 都是農作物 來 看 繼續看 黑柱 黑柱 黑柱柱啦 黑柱柱 我都是老人家喜歡的 怎麼都沒有主食 還有 還有 那個 海產的漁獲量也不得了 海產漁獲量 是不是 花枝第一名 來 都是漁獲 泡麵 泡麵 汽水 泡麵 汽水 還有 食鹽 等一下喔 順序 順不對 花枝比木魚 這是那個魚的殘貨 那個漁獲量 漁獲量 是 泡麵 汽水 食鹽 這個是我們 消費量 日本第一 消費量 對 是出貨吧 還是人家你們買 買下來自己吃的量 自己吃的量 所以可以比 因為他們沒有餐廳 他們你們只能買自己的餐廳 沒有餐廳 然後 食鹽加汽水還會變食鹽水 然後 就只能這樣自己用 沒有 所以這些是買最多的東西而已 不是產的 不是產 是 這三個 泡麵 汽水 食鹽是 消費量第一名 這邊是產量 是這樣 最後一個是 最後一個是什麼 第一帥哥 豐田 對不對 糟糕 小天起來青山真的不好玩 不是 他講完都什麼 可是豐田 很高 就是日本男生沒有那麼高 是豐田因為 因為他在青森 青森比較大自然 東北人確實比較高 因為他們要摘那個 他摘蘋果 他要摘蘋果 在蘋果的高度高 不知道的朋友 青森就是在這個本州的最北邊 對不對 這是青森 所以他很順 本來祖先混到一些國外的 好 好 你要我們說什麼呢 對 好棒 只能敷衍他一下 好 我們有做一個這個 日本都道府縣的排行榜 Top5 Top5 你們在座的城市有入圍 有入圍嗎 我們來一個一個揭曉 讓你們猜一猜到底是什麼入圍 什麼的Top5 到底是什麼排行榜 來 我們來先看第五名 第五名 大阪 大阪 有大阪 有入圍 開心 開心 好啦 第四名 第四 艾茲 剛剛被扣起很慘的艾茲 也有了 但有這兩個城市這樣子 他們好像心裡面覺得有點不妙 對 這到底是什麼排行榜 來 第三名 第三名 神愛川 也有 再想一下 在前兩名 第二名 鄉川 鄉川 鄉川大概在哪裡 在四國 在四國這邊 那個橘色的 你們是不是在門道 這邊 那我們來看第一名 福岡 來自東京的Mana妳覺得 都沒有東西在裡面 可能是什麼 草莓的排名 因為這是地方是比較鄉下 什麼鄉下 什麼鄉下 他沒有不好的意思 對啦 就是除了東京之外 你們都是鄉下 都是鄉下 大阪對他來講也是鄉下 都是鄉下 比較鄉下 對 對 比較鄉下 而且那個第一名的福岡 那個草莓是很有 你在台灣也有賣 對 是啊 超級市場賣最貴的 就是福岡的草莓 對 好貴喔 對不對 好 豐田來猜 因為裡面有愛智縣跟大阪 我覺得這兩個縣的共同點就是 真的 愛智縣 愛智縣的人 很喜歡穿名牌的東西 他們怎麼 喜歡就是高齒 對 很土 喜歡穿好的 然後就是那個打扮的樣子 很土 很醜 就是沒有Sense 大阪人就是穿得很浮誇 就是弄很多顏色 根本不敢跟大阪人走在一起 會丟臉 會丟臉 這兩個 我真的 我覺得最沒有Sense的 我覺得那 就是大家都太愛面子了 對 因為我們大阪人是比較看 沒有 只要看內心 不看外表 那妳要不要跟我在一起 不是 妳的內心也爛 妳還是我內心也爛 不是代表說妳醜 妳內心就好好不好 人口心更醜對不對 但是呢 這個是真的 就是就算男生長得很醜 或是就是很窮 沒錢這樣子 他說妳醜又沒錢 心也不好看 我是矮窮醜代表就對了啦 妳還有什麼 沒有 但是只要有幽默 大阪女生 50%的大阪女生就會選 有機會 破潮 這個是真的有街頭調查的 真的喔 對 只要有幽默感 對 所以立東哥還有海嘗哥就是 對不對 我就一樣醜 妳把它拖回去 真的 沒有 妳們是醜漏二人組 沒有 海恩第二醜 沒有 我是說有幽默 幽默 盛選 東海二人組 麻油是東海龍王 厲害 OK 可以介紹大阪女生嗎 建議我們去大阪 對 就可以找到姻緣 沒錯 好 但是在這個 剛剛有講到說打扮上面 真的大家會覺得說 有一些縣市的打扮真的是 不可取 我覺得埃及現代人的打扮 真的很可怕 對 特別是女生 特別女生 他們 很濃 對 還有那個打扮也是 過度華麗 對 還有有些人那個 會把頭髮用很卷 對 這個你會叫做 對 這樣的 很卷 沒有時代 它這個 很浮誇 比較誇張一點的 對 所以他們 日本叫做 名古屋酒 名古屋酒 對 這個是從名古屋酒 演繹過來的 因為發音一樣 對 但是這個是不好的形容 是在笑他們的打扮 過度打扮的那一種 像二十年前的 你教過這樣子的女生嗎 長這樣子的女生 沒有 大家不要相信 只是泰典講的所有 都是二十年前的情報 就是 你看什麼漫畫 那個很久以前的事情 現在不在就不存在了 對啊 你更新一下好了 一定還有 他的資訊都很久以前的 好 那我們來看 到底是什麼樣的排行榜 治安最差的排行榜 福岡 治安最差 我非常認同福岡第一名 因為我就是有交到那個 來自福岡的男生朋友 他們呢 就是認識到 一樣那個男生朋友的時候呢 會講的時候 就開始比較說 自己年輕的時候做過幾個壞事 所以我都抓到那個 年輕的時候就變成 還在高中生啊 國中高中生的時候 就被 就在那邊玩 然後就被抓到 對 他有逃過幾次啊 他們會自豪啦 那種 對 然後就比較自己年輕的時候 多壞啦 好像是自己好像帥的樣子 就是 聽到這些就知道說 福岡治安不好是真的有道理的 我以前也有福岡的女朋友啊 那個時候教一個他也是秀 我以為是生過小孩了 怎麼有剖腹的痕跡 他說沒有 那是以前他被砍的 我說 哇靠 你真猛 他們就很自豪這件事情 真的啊 他左右兩手都沒有小指頭 沒有小指頭啊 好 這個排行榜 豐田你覺得怎麼樣 我認同大阪治安很不好的部分 尤其他們的交通超級亂 他們的教育跟其他地方不一樣 就是紅綠燈有沒有 紅綠燈 綠燈當然會過嘛 綠燈過 環燈就要停嘛 他們不是 環燈 趕快過 對 紅綠燈當然要停嘛 不可能要停嘛 他們是 小心過 真的 還是要過就對了 小心過 真的 他們就是這樣子講 這個是真的啊 這個是真的啊 可是 我要講 我要講那個車禍最小 就是車禍的飾量嗎 是比東京小一點 因為我們是有 好好確認一下有沒有車 就上紅綠燈也是馬上走 但是我們有承認過的 但是東京人 妳現在在鼓吹說 他們不相信紅綠燈才是對的 他們常常都很習慣 他們看到綠燈也要很小心 所以很安全對不對 非常安全的 我們過得很安全 我也認同大阪是很 大阪 軟 對 因為就交通方面 還有很多最寒也有 只是在大阪是 很容易被偷東西 對 我怕 真的啊 我朋友住在大阪已經好幾年了 然後他就說 他的電動交代車的電池 被偷了 已經兩次了 對 他每次聽啊 然後就手好 也是被偷 也是被偷 對 然後就查一下嘛 就看一下網路上是真的假的 然後就好像真的是新聞報 就在大阪 特別是在大阪 很多人偷電動交代車的電池 大概花30秒而已 你就可以偷走了 太高壽了吧 我覺得好可怕 是真的 哇 是真的 那又偷過幾個呢 我沒有偷過啦 可是我被偷過很多次 他也被偷過 真的啊 我在台灣覺得很感動的事情 就是我下雨天 我去便利商店 把雨傘放在外面 我買完東西出來 雨傘還在 我超感動的 不一定啊 這在大阪是不會發生的事情嗎 大阪就要拿走 過去 不然就一定會 拿著雨傘進去店裡 不然真的會被偷 雨傘真的會被偷 是這樣子喔 可是我們在交換 就是 偷別人的 偷別人的 被偷的就是 他們會硬偷啦 被偷走 你這樣 人家拿走你的 你也去拿別人的 每一天的團式都不一樣 對 你只要拿了一年之後 你會拿回自己的 你會拿回自己的 再拿回家好好放著這樣 房不勝房 有一次我也是 上那邊的便利商店 我想好 這次會被偷 我叫阿公拿著傘在那邊等 出門連阿公一直被偷走 我找不到阿公耶 一年了 還沒找到 你阿公跟你去大阪玩 對啊 被偷走 把他抓起來好不好 他好唬爛喔 不好意思 我們這邊有一個台灣的朋友 可不可以送給你們去 你不收是不是 不收 太可惜了 好啦 祝福這個疫情趕快平息 大家一起去日本玩好不好 好啊 好想喔 今天要謝謝所有日本的朋友 謝謝 謝謝 拜拜